早點來到新聞的見到 吃飯時間 手滷菜一樣 要帶來吃不一樣的手滷料理 來看台北市旁城東路鄉下 有一間來港人這麼知道的手滷菜 看起來很普通四間餐款 買的是上海菜 就算說沒人吃快的中逢 但是幾間不會超過20年 生理很吃雞 像經典的上海料理 毛蝦年過 老闆是用港的山姆來代替毛蝦 讓人家可以吃到八點的一碗肉 也還有麻麻的一碗肉 老闆路鄉他煮得出來上海的傳統菜 也就是威脈沙拉 這是累積四十年的工夫 才煮得出來的手滷菜 茄蝦的油鍋和蒸好酥 煮得比白玉蝦的蝦子 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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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 水不能煮到過樓去 在底底十秒就要把它放上去 這樓煮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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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魚蝦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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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蝦��蝦� 整盘就隨便做這個火氣彈彈的甘仔紅色 這是上海的人他們在過年過多的時候 最吃到的這個好吃麵 用油淺過的蝦肉 裡面的鮮丁是都把它塞到 看這個蝦膏也是這樣滴滴滴 丟在蝦角上面 如果這個鮮粿已經輸完蝦肉的鮮丁 吃到這樣軟溜口感更好 我覺得它蟹肉吃起來很辛淺 而且有一種就是飽滿的感覺 對 然後另外它的配菜年糕 我覺得是比較Q彈 那它應該是用比較就是濃厚的醬去吃 那就是我覺得很入味 但我本身就是喜歡吃重鹹 所以我覺得它蠻好吃的 蘿維青他本身是上海人 19歲就開始來學生了 他年輕的時候有下江湖在吃苦 所以他現在有親身的這個 渡渡山的江湖地 20多年前他來台灣挖親情定期 和朋友一起開餐廳 想不到這個生理這麼長得好的時候 他算去賭回到人生的計算 負責人是人家嘛 他就把你一腳踢開了 踢開了那也是很慘 這算我的人生的低潮 給他們千萬片啦 他沒有因為這個困難就來蕊子 蘿維青他決定定心來做起 不過有真正的經驗 他就決定向勘手做回來 經營一間小巿餐廳 這樣實實在做有比較穩 我們做起來以後 有很多人都想和我們要參股進來什麼 我都不要了 他說給你開大一天怎樣怎樣 我說不要了不要了 就算說點來沒有很漂亮的請求 不過他媽媽兩個人對料理很用心 用料很實在 也來發為他立即四十年的土地塞攻略 要把這個好滋味的上海菜 繼續團下去 去這裡綜合報道 來吧 來吧